现在是1点40啊 你在哪呢雷雷先生 快点过来 等你很久了 咱俩 中国武术国际交流一声 在哪呢 速度到 大家好 我是霍哥 今天是2020年10月2日 我原本以为啊 我们的雷公太极 雷雷大师 他赢了田野以后啊 就已经是他人生的 最巅峰时刻了 是否大家还记得啊 在那一年啊 雷雷和田野 在万众瞩目的格斗擂台上 进行了一场啊 跟街头中老年人斗殴 没有任何区别的 武术大赛 雷雷同志啊 以年轻十岁的啊 年龄优势啊 赢得了这场比赛 可谓是一雪前耻 把输给业余 退役拳手 徐晓东啊 和大百拳啊 乱打拳手 王志亮 所丢掉的面子 在电汉宫 田野的身上啊 给找补了回来 雷雷同志啊 支持而后勇 总算从啊 输家变成赢家啊 这个优秀的事迹中 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 我总结出啊 如下的道理 如果啊 你败给了一个人啊 你千万不能弃垒啊 马上找比这个人更弱的人挑战啊 如果还是输 那么就再找更弱的啊 只要一直找比前一个弱的人打啊 总有一天你会赢的 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幼儿园吧 啊 雷大师的几场成名战以后啊 也成了中华武林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所谓人怕出名啊 猪怕壮 枪打出头鸟啊 既然他如此的光芒望战 自然也不乏有很多的挑战者 很多武林高手啊 以能够欺负一把 哦不对 能够挑战一把啊 雷雷 作为毕生的志愿 比如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位 这一点四十啊 你在哪儿雷雷先生 雷雷先生你在哪儿 看金门女 金门女 看着吗 你在哪儿啊雷雷 快点过来 等你很久了 咱俩 中国武术国籍交流一声 在哪儿呢 速度到 这个挑战者啊 名叫 喉龙涛啊 如果啊 在座的诸位观众 你们的文学才华 文学素养和诗货歌一样的话 你们就应该知道这个知识点 就是这个人民 它是取自一部 世界文学民主 哎呀 不过啊 最近在反三俗 啊 风声比较紧 啊 网上可能都 收不到这部小说了 如果啊 各位文艺青年啊 想要看的话 可以私信诗货歌啊 好 我就不开车了啊 继续说这个 喉龙涛 他自称啊 他是武林门派 太阅门的 超级高手 平时啊 还兼职啊 当个兽医 大家可以想象啊 这就太厉害了 一般人啊 他是跟人之间格斗 而这位兽医同志呢 他主要是跟野兽搏斗 那这个拳法啊 肯定是刚猛无比 好 那么闲话少说 我们来看片吧 好 大家看到了 穿红色衣服的 是喉龙套 比雷雷高大 一头一米八五 但是呢 却被雷雷一拳打倒 大家可以看出 这个大汉啊 虽然说长得高大 又是兽医 但是呢 不是雷雷的对手 好 我们继续看 大家注意看啊 两人的打法 依然跟当年雷雷打田 也是一样的 全是张牙舞爪拳 但这位 侯龙涛 明显处于下风 我们继续看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喉龙涛 人高马大 但是完全不是 雷雷的对手 也就是说啊 雷雷又赢了一场 雷雷现在的总战绩是2比2 他输给了徐晓东 王志亮 但是赢了田野和 喉龙涛 田野啊 作为一个电焊工来讲呢 就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现在我们主要说一下 这个新对手 喉龙涛啊 喉龙涛啊 说他来自于太阅门 但是呢 我翻遍了百度 谷歌都没有找到现实中 有太阅门这样一个武林门派 我只在一些网络小说中啊 看到了这个门派 而喉龙涛本人啊 他的这个名称 又来自于啊 另一本 现在的中年游历大书 当年年轻亢奋时候的 一本青春回忆啊 精灵起飞池中物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喉龙涛 以及他的门派 有很大的可能性 是自己完完全全虚构的啊 这个人啊 很可能他的真实身份啊 就真的是一个兽医而已 什么武功门派的绝世高手 这些身份啊 就可以听听算了 雷大师啊 虽然战胜了这个兽医 但是呢 很显然啊 由于刚才的这些分析啊 他这场比赛的含金量啊 就显得非常的逊色 当然啊 我也不排除啊 什么太阅门 什么精灵起飞池中物的男主角 这都是现实生活中 真实存在的人物 也就是说啊 这本精灵起飞池中物 啊 这本小说是描写的真实的世界 而这个喉咙涛 他就是真正的啊 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那么 书就更加的理所当然了嘛 啊 你想想啊 啊 作为这样一个小说的男主角 他的身体又能好到点去呢 啊 早就被掏空了 是不是啊 老师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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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